等不了大楼自行改善 公权力直接介入 没有管委会的这些老旧大楼 安全问题一堆 没有防火功用的一般木板 挡住了安全通道直接拆 因为这是灰黄火柴嘛 然后又加上它是整个 现场突然来了许多的车辆 包括有这个环保局的车辆 而且还有许多大批的警销人员 来进行机查 兵分七路同时间机查 分别有环保公务警察消防 民证等五个单位同步进行 陈中城发生大火之后 凸显出没有管委会的 围绕大楼消防安检问题 三天彻查完了 34栋类似情况的大楼 结果有27栋安全通道 堆放杂物阻碍通行 还私自设置栅栏隔板 10天以内这些障碍物强制排除 在10天内能第一阶段 做到避难逃生 按流程不合格大楼开出了 29张劝导单限期改善 就怕住户们理都不理 问题又搁在那儿 因此祭出强硬手段 能拆就先拆 老旧大楼的管理问题 中央修法还没有一撇 地方政府有了打算 我们高雄市的自治条例的修订 可以先行的话 针对一些比较特别 比较在处理上 行政管理上 可以再加强力道的这个部分 先修订自治条例 先主动出击 解决复合老旧大楼的安检问题 陈其迈用强制力 替陈中城事件指写 TVBS新闻方志成高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